原先期望的五窮 六絕 七翻新 最終結果 卻不似預期 7月到來整體樓市交投依然淡靜 即使新盤市場明顯轉趨熱鬧 不過整體一手銷售相信也只會較上月稍稍回升 整體二手交投卻依然淡靜 即使最新金管局出招舊市 放寬自治居所的按揭限制 1000萬至1500萬物業的按揭乘數可達七成 兌換樓客大動幫助 奈何市場的氣氛依然觀望 樓市未來明顯的逆轉 目前的樓市氣氛觀望 買賣出現膠著 買家入市心態趨於審慎 綜合而言目前買家心態變得觀望 主要是來自三個的等待心態 第一個等待是對整體本地經濟復甦的期待 復甦是一個過程 加上本港與內地恢復通關僅約半年 部分行業仍未完全復甦 第二個等待是息口前景仍未明朗 年底前美國仍會再度加息 息口何時見頂回落仍屬未知之數 第三個等待是環球經濟前景未見明顯好轉 疫情過後全球復甦步伐不一 地緣政治仍然緊張 俄烏戰士仍未結束 中美角力仍未平息 環球經濟仍有起伏 整體而言 經濟前景不明朗 買家心態自然變得觀望 不過實際上整體經濟在改善中 本地零售業正在改善 失業率亦已明顯回落 今年首季本地經濟已恢復正增長 預計第二季亦會加速 整體經濟持續改善 加上特區政府積極搶人財 去年底推出高財通計劃反應持續理想 今年上半年已有多達10萬人 申請通行證來港 相信未來樓市購買力也會增加 現階段或許樓市仍處於觀望心態 但隨著經濟環境的改善 復甦需要過程 但在等待中部分買家正積極地創造機會 市場上仍有一定的損盤未被吸納 部分買家亦積極等待趁低吸納 加上按揭計劃放寬 部分換樓客亦會考慮趁機細屋換大屋 能否決定動 綱趴要坊